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7年 她是电视剧双面交中 时尚泼辣 与婆婆斗争到底的上海女孩胡丽娟 其实你要知道不管妇 我都不可以的 我一定会想管你的 2010年 她是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端庄可爱 善良真挚的魔幻媳妇毛豆豆 妈 你有点偏金眼了吧 你看 叫自己女儿你不乐意 你叫我 你这请了多少钱假了都 2012年 她是金树中美丽可爱的美小妇 你没想过亲女不知道 相亲你要问清楚是AA还是对方妇的 我问她 我说AA还是你 她说她买单 她腿不给你买 我不买 我这个 我买 我买 然而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 今天 她是电视剧《妈不女》也有春天中敢爱敢恨的女汉子罗小葱 这就是劈腿的后果 她就是海青 哇 很酷哎 这就是劈腿的后果 来个伴奏 做一 二 三 好无聊 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位女汉子请来掌声 请海青 这好美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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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先去帮一下 我也要帮一下 来 大家好 罗小葱 欢迎 欢迎 妈不女这三个字是网上现有的词 还你们是 网上原先就有 网上原先有 然后她们觉得这一个这种形象 比较契合那个戏 对 我本来想看海青今天用一不一样的 拿着一块抹布 一个头出来 穿得这么高贵 对 像投资那个size 因为这抹布女士在 其实我是来买超级访问的 好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 特别要请大家关注下本期节目的同时 也要告诉大家超级访问有自己的官方微信 想知道李静和戴军最新的动态 明星嘉宾的各种信息 请扫描我们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微信号码 李静超级访问全拼 好 让我们再次掌声来欢迎海青 谢谢 一直以来 海青对自己的感情生活 从来闭口不谈 这也让她的私生活成为娱乐圈的 一个名 坊间一直传闻 海青已婚并不有一子 但是海青对此事一直未作回应 直到2010年年末 电影《肇事孤儿》上台发布会上 海青才在可犹的怂恿下 承认了自己早已结婚生子的事实 你招了吗 这个 不招也得招 这个 我也是伤了还是没多久 然后也是做起了 好像是一个吧 今天做客超级访问的海青 将彻底展开心碑 开诚布公地讲述自己和儿子的生活故事 她一直觉得我是家里的客人 远道而来的客人 所以她最喜欢喝的是可乐 但是从来不给她喝 放在那个上面 然后我回家了以后 我记得有一天我正午在那睡觉 她那时候还不怎么会说话 就搬着板凳让我们家阿姨上去 把可乐拿下来 放在我的那个 就沙发我睡着她放在这 其实我睡得很香 她就捅捅我 发到同行了 把可乐举给我 我说我不喝可乐 她说你喝 就是喝 我说后来我才知道 那时候我不知道她最喜欢喝可乐 对你好 那时候对我妈说她最喜欢喝可乐 就这一瓶一直留着 一两个月留着给你 哇塞 我说好 那可乐的那个开开来 那个盖我到现在还留着 她给你发了 哈哈哈 孩子对你老出去这件事 她是怎么看的呢 她懂吗 因为我经常被人问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每天晚上都能回家 但是我女儿就是从小她受到训练 我一走 她知道我去赚钱去了 因为有一次她不让我走 我说我得赚钱 那你快走吧 你孩子是什么样的状态 她真的很可爱 有一天我心脏不舒服 早上的时候 也是 我疼得不行 然后我就蹲在那边 我妈妈说 要不就要救护车 然后我说再等一等吧 后来我实在扛不住了 我就这样蹲在那 然后她捧着我的脸 妈妈你很疼吗 我很疼 那怎么办啊 我说没有怎么办 我说一会儿你上完课 我去上医院 她说你要像上次爷爷那样住医院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你担心什么 我说丹尼我不用担心 她说我担心你住医院以后 我们家没有人挣钱怎么办 跟你女儿一样 她就是太紧张了 其实是你平时怪人 她是在为她的未来考虑 跟你女儿一样 其实小孩她不太懂挣钱 这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她只是很重要 对 都是这样的 像我跟我妈说 我说我准备明年 就是说今年嘛 我去年说 我准备明年好好休息了 我准备把所有的节目都推掉 留一个超级访问 我妈说 那收入怎么办 她先考虑 钱 对她考虑的是钱 你的小孩会不会经常说一些 特别像诗一样的 很有哲理的话 其实前两天刚发生一个事情 她在上课 然后她很招他们班女孩的喜欢 然后于是他们班的女孩就喊 就在老师 教大家正常上课的时候 一个女孩 大声叫了一声 DANIEL I love you 然后 然后 然后DANIEL说了 是哪个妖精 真的吗 她也没有对老师说 老师 收了这个妖面 她一点也不觉得害羞 然后也不觉得尴尬 是哪个妖精 人家说爱她 她还说是哪个妖精 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不是老师跟我 我接她的时候 老师跟我说说 但老师也只是当一个笑话跟我说 说很可爱 跟她在一起 我感觉也特别快乐 对 她是我的能量补充棒 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有海鲜两条微博 我们先来看一眼 在哪呢 呦 这是画啊 儿子独立完成的第一张图画 昨天下午回到家 看见这幅画 我激动得 谈媚的骨头酥酥的对她说 哇塞好漂亮的潜水艇啊 画得真棒 结果儿子悠悠的说 妈妈 这好像不是潜水艇 我记得我画的是蛋糕 我的妈呀 这不是像 真的很像潜水艇 这就是潜水艇啊 下面还有波浪呢 下面还有潜望镜 我觉得很像潜水艇 那她 我觉得下面那个更好玩 以前儿子看见漂亮的女生 会说 阿姨真漂亮 好像妈妈呀 自从儿子看了西游记以后 改口了 阿姨真漂亮 好像妖精啊 在你儿子心目中 妖精就代表着漂亮 她说每个妖精喊我 哪个漂亮妹妹喊我 我说你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好像总是要停下来 思考一下自己要的是什么 我懒 我这走的比较慢 我真的是走路比较慢的人 我也不太着急 那她知道你的职业吗 她知道 她怎么看 比如说你跟别人演两口子的时候 她有一次回来轻轻地问我 她说你怎么跟别人亲嘴啊 好尴尬 然后你怎么回答的 然后我说 嗯 我说那是拍戏 那是假的 工作 然后她就不说话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那 你告诉我 你心里想好不好 你想什么 她说 爸爸会看到吗 然后我说 爸爸会看到 她知道是假的吗 她知道 然后她还是不怎么说话 到第二天早上 我能 我从她的眼睛里面看到 昨天这事没有完 我就搂着她 我说 昨天 是不是你还在想 那个事情啊 然后她说 嗯 我说 我说你 你担心什么呢 Daniel 类似于这样 后来其实她担心的 因为她一直觉得 只有她能够吻我 所以她就担心 是我不爱她 其实她担心的是这个 那她问爸爸知道吗 什么意思 就是她也觉得 你是我们家的人啊 那那个她看到 黄海波一般 怎么称呼她 她很喜欢海波 还会有一次 我记得那时候 刚看拍媳妇 梅小时代 刚播的时候 那时候她还小 就是看不全 但是看见我爸 我妈在边上看着笑 她也跟着乐 于是那年 我们全家 要去海南玩的时候 我说你要带谁去啊 要邀请你的小朋友啊 我要带余卫叔叔去 她很喜欢她 因为海波还给她买过 大的汽车 所以她一直记着 那这个戏一步一步 这么拍 有时间陪孩子吗 嗯 现在其实我一直拍戏不多 基本上是一年 原来是一年两部嘛 现在我基本上 减产到一年一部 甚至三年两部 就是其实这几年 从一一年开始 一一年一二年一三年 我其实也就拍了一二三三 三四部 我其实不光是孩子 还有父母 我愿意更多的时间 陪他们在一起 因为我老是反过来算 就你算你爸爸妈妈活九十岁 一百岁 你现在算他六十七十 你算这个时间还有多长时间 所以我会这么算 我就老舍不得他们 就有时间老是会在那 姥姥他们都跟你们住在一起吗 我爸妈妈现在跟我住 我姥姥也是 我姥姥今年 今年九十五了 九十五了 九十五 九十六了 然后我 我前两天去看他 我拍妈不女之前 十月份的时候 跑过去看他一眼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半年会再来看你 他可能没记住 但我后来半年以后再去看他 就是我拍妈妈不女前 前段时间去看他的时候 他就说你还知道要来看我呀 然后呀 他说你说话不算话 我说我说了半年再来看你的呢 他说你没说 他有点糊涂有的时候 然后后来我走的时候 他说你下次什么时候来 我看他现在的情况 没有以前那么好 你以前特别健所 真是 吃饭虽然吃一个小时 但是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但是都不要人帮忙 现在你就得帮着 就得喂他 就都得喂他了 嗯然后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每一个月来看你一次 然后他说你说话算话吗 我说我说话算话 他说你 你叫你妈也来 我说我妈现在身体不是很好 我说我替他来 所以我现在 每个月我会飞到深圳去看他一次 哦在深圳啊 对啊 深圳暖和南方 那气候比较适合老年人 2013年海青主演的电视剧 《妈不女》也有春天 让观众眼前一亮 之前大家印象中的 温柔典雅的媳妇形象 独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修蝙蝠 大大咧咧的修车女技工 鲁小聪 是你求着我给你干活的 你必须跟我道歉 而且还我一份工作 月月给你八千 你干什么呀 负责他所有跟生活有关的一切 小时工啊 不能算 我是按月付费的 按年付费也是小时工啊 那从今天开始 我要严格规范你的一言一行 我也忠心的希望 在我的努力下 能够彻底改变你的精神面貌 为什么她在这里叫葱哥 就是因为她 她的身份嘛 是一个四眼四点气球工 然后在她的店里面她很牛 然后大家都喊她叫葱哥 那本身你自己 会去做些这样的功课吗 哎我去修一下车啊 比如说去体验生活 有去过吗 去啊 体验生活我是肯定要去的 有些有些戏不需要体验生活 但是有些戏像这些戏 就偏一些她的角色身份 带有她的职业特征的 就当初我拍新术拍后厨 都是去体验生活 这个我也去提 这怎么你讲的那个过程 因为我对车是完全不了解的 所以那个当时跟片局说 少写一点 你会开车吧 我会开 但是我不开 嗯 嗯 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记得是个下午 西风苦雨的下午 外边下着雨 北京本身下雨就少 特别特别冷 然后到了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赛斯店以后 结果前店后厂 那厂是空的 进去以后 我手都没点搁 动的我 然后他们说那个 我一看还有 还有什么板金的活 还有什么喷漆的活 还有什么喷漆的活 还有什么修理的活 就一大堆都分得很清楚 我说我是什么活 他说你什么活都得学 板金可以少学一点 我说好 然后就换上他们的衣服 就把那个 他们就说第一个 今天教你怎么把车摇起来 就哇 把车摇起来 摇起来以后 我说放开来吧 他们说你得下去 站到车里边 给它换机油 那我就想 我说我进去 那车砸下来怎么办 他们说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砸下来 我说万一呢 就特别害怕 被害狂想症 因为你从来没有过 在这个角度看车 你一溜放过去 所有的车都是 都是这个高度 你特别害怕 然后我就死活不肯进去 然后周围好几个朋友 他们不是一块陪我去吗 然后还有工作人员说 我们都在底下站着 都陪着你 掉下来的话 你也个儿不是最高的 打不死你 其实说实话 我很害怕 非常非常害怕 一直到拍完 那个恐惧有消除吗 没有 我说换机油 那机油漏下来 都从这一直漏到里头 然后还好 然后后来就把车降下来 然后告诉我 整个车的一些原理 哪开门什么什么的 所有的前面挡风 然后哪是电瓶 哪是水箱 哪是发动机 甚至我看到了 我在上一部戏新术的道具 就是这个听诊器 原来我知道修车 是可以用听诊器的 听诊器 他把那个听诊的 那个圆的拆掉以后 就是用那个小棍 这边耳朵 好的技师都能听到 比如说他觉得 发动机哪有问题 他就一插 就听见发动机 如果应该是 而不是 如果是那个 噗噗噗声 就说明发动机有问题了 检测就是肯定 发动机要修 然后拿那个 可以听很多地方 我好崇拜你啊 不然 你跟他生了一堆名词 他开车 大家都快小二十年了 不不 我在女孩里面 算厉害的 你会修车 我自己拿千金顶 去换的咕噜 对 因为我 而且我没有换过 我就 我看过一个电视剧 先是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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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踩 然后我就完全平时 看着电视剧 就荒郊野外 我自己用千金顶 那时候还没有手提呢 翘起来 拆了咕噜 安了咕噜 那你非常厉害 千金你的本身 这重量就挺重的 我跟他一起 在一起 那个车的故事多得要死 对啊 他有一次 我坐他旁边 晚上九点多 开到荒郊野外 就是开到在农田里了 然后他说 你下去 你下去问问看 这是哪里 我说 全部都是一片农田 黑乎乎的我不下去 你要带荆棘水那种 他也没有说那种 啊我为什么下去 但是他就是 你知道上海男人这样的 我不要下去了 他没那么黑 我去哪了 我不要下去 就开到田里去了 你先换车滚路可以吗 我不行 但我真的不知道 机油是在哪换的 在那个打开车底下 正下方前 机油你可以换吗 不可以 你没听到 刚才换一机油都露成那样 那我想问一下 就刚才我们看到 那画面里面 那个妆很淡啊 基本没化妆 对真的没化妆 为什么 导演的要求嘛 还是懒 不是不是不是 真的懒 懒的是有一部分 但懒不是主要的 最主要是觉得 这个女孩不能化妆 这个女孩如果化妆 你想想看 你真的没有去过 那些奇修宫 她们的房间有多脏 有多乱 六个人住一个房间 就没有一个人 会把被子叠好的 然后那鞋子 横地挂在上面 方便面塑料袋 洗漱的东西 全部烂马气糟在一块 那个去到他们的卧室 在楼梯口就能闻到 男性的味道 就那个楼道里面 就是那个味道 就很脏 那么我不是说 女奇修室也是这样 而是我觉得她 可能顾不上去化妆 去这么修饰自己 这么漂亮 因为她穿上那身 积修服 她只要穿上积修服 进到那个秋场 她不出五分钟之内 就会挂一身的油 这是肯定避免不了的 你不能很难想象 她身上挂了一身油 睫毛弄得很漂亮 可能有这样的 但它不是我们要的 罗小葱 而且你知道 我自己是短头发 我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造型 是任何造型 是造型不出来的 睡觉头不是这儿 就是这样 它就是大一个悬窝 对对对 我早上也是这样 如果你说我早上起来 睫毛翘翘的 然后嘴唇非常红润 脸上连印子都没有 我就觉得不真实 对 我就一直想给你探讨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就 能成为一个好演员 就是我觉得 你能把这个东西放下 我特别不能容忍 现在看很多这个抗战题材 我看过一个 气死我了 一个女干部带了美头 其实给她特写 那我倒没看出来 你知道我看过一个报道说 海青其实你是一个 就是说 如果为了拍戏 明明这个事你不擅长 或者你压根不可能 在生活中拥有这个习惯 但是你一定要去面对和学习 比如说抽烟 你曾经拍过一个戏 我看写的 那是当时我拍一个戏 叠战戏叫追捕 那女的一直要抽烟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很反感 然后而且 就是 你知道当时工作 所有工作人员在一起吧 就是不停的抽烟 那房间又很小 我就基本崩溃 我说我真想戴一个房东面具 然后我自己还要抽 但我抽的时候呢 我原来觉得不就是点上 然后这样 但是有很多近镜头 近的镜头的时候 我点的时候就会熏着眼睛 然后就会流眼泪 然后就我觉得抽的不像 然后我也没当回事 大概一两个星期以后 我就看回放 我就觉得是真的很不像 然后我就开始抽烟 抽了一部戏吧 那部戏基本上 抽完以后又要花很长时间去戒 好痛苦啊 对 真可怜 今天我们采访了这个 两个人啊 来听听他们 说海青这一次在这个 就是海青经常做一些颠覆形象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海青就感觉有点大姐大的风范 讲义气很照顾人 衣食它就是基本都是全组的人都管了 冬天冷了 他就给大家买那个包男内衣送给美人 那美人送一包男内衣 然后呢吃饭呢 经常请大家喝咖啡啊 拜祷牢 啃子之间都经常有的事 每天肯定是12个小时以上 但是也有那个几次 我知道熬的特别晚 大概只有20个小时 他就老拉着我说 姐姐我混了今天这么大的弯了 还要干20个小时 你以为呢 对有一天我基本崩溃 有一天我们就是后期要为了抢张艺的戏 他要去拍另外一个戏 然后我们基本崩溃 就是每天我基本上要工作将近20个小时 而这20个小时是每一场都有我 就跟他所有的戏 就基本上干了大概一个星期 然后有一天已经好不容易把他给抢走了 然后我们又转景又转到那去 在拍的时候晚上在那 500多个群众演员 而白天那天我跟剧组请了假 我要去有我的通告那天 我等于是从早上一直工作工作了30多个小时 到第二天晚上我还在工作的时候 我说我好不容易混到线上 怎么还是这个德行 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 什么意思 嗯 这个慢慢道理就明白了 然后我 他们那个刚才 这个在电话里不好意思说 但私下跟我们导演说 你在剧组里还有个外号 叫什么 叫奶牛 什么意思啊 他们一直说的吗 奶牛 让我开一台 就是给大家买牛奶吗 不是 就是 好多好多戏嘛 因为喜剧它不是可能完全能够按照剧本去走 它很多效果是要现场创造出来的 那么所以每在现场就要不停地帮他们编词 然后去说 就不停地说 不停地说 不停地说 不停地去挤奶 他们就说说奶牛 然后有一天我请假 我说真的好难受啊 我说我感冒 他们说你不是得乳腺炎吗 在生活中他们说你是大姐大 我怎么听起来你特别喜欢照顾人 比如说他过生日 他不但不收礼还要给人家送礼 有人说啊 对啊 有人说有人说 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海青张艺卢方生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 妈布女也有春天 目前正在北京热拍 日前该剧首次举行了媒体探班活动 而当天恰逢是海青的生日 剧组不但提前安排了蛋糕为其庆生 更有圈内的诸多好友献身祝福 虽然不是第一次在剧组过生日 但海青还是被朋友们准备的生日惊喜 而感动不已 当天不仅剧组为海青进行准备了生日礼物 作为寿星的海青也发挥了大姐大的风格 反为剧组主创送上了贴心的睡眠枕头 让大家出其不意 而意外得知海青生日的张艺 也现场临时打欠条 不过生日礼物 让众人大跌眼镜 我这人有耗面 所以我给海青准备了一份礼物 我给他准备一个 你自己打来可以看一看 什么 我过生日没宣扬呢 他是很低调的人 那你打算回送他什么呀 午上审 我没想好呢 他送我枕头 我合着不能送他被子吧 你送到这个张艺枕头 你没听说张艺好无聊吗 张艺直就很无聊 你说什么了 他说打那个欠条 人问海青说 那张艺送你什么呢 张艺说 反正他送我枕头 我也不能送他被子 你说要送给枕头呢 当时正好因为用过这枕头 觉得挺好的 就是觉得在一块拍戏 大家都特别辛苦 尤其是工作人员 他们的酬劳更是很少 而他们 你看我们拍完戏 马上就扭了就可以回家了 他们要卸灯卸光 然后全部再弄 要有服装化妆 第二天还要马跟厂的所有的戏 他们很辛苦 所以我就经常会请他们吃东西 然后买一点东西 会不会因为你片酬高速 才请他们吃东西 我其实原来片酬不高速也轻 我们说到这个戏 海青演的这个角色是叫 女汉青 我们听一听 有一个证人可以说 其实海青在上学的时候 她就不是一个特别 特别的女生 真是吗 这不是我说的 我真的以为海青说的呢 见海青 我看见海青 海青 听一下 大得烈烈的 也不太修边府 她跟她们班 另外一女生俩人 有些早上是出成功 锻炼全体 还是干嘛 就去基于老师 那个她成功吧 他们俩就跑了 好的 爸爸他们俩就翻墙去了 翻了一半 正骑着墙头上 就被老师给发现了 把老师告状告到我这来 我就说 我说你们俩这还翻墙头 你们俩这还俩子 那时候我实际上都是这个 你翻的是后压的那个墙吧 前脸的那个 前脸上面还有玻璃茬呢 前脸的特别高 还带玻璃茬的你 所以我当时 我记得那天 曾辉跳下去了 我没跳下去 挂屁股挂上 一边短裤 连外裤全挂上 挂着一半 然后那个 基于老师远远地看着我说 不着急 慢慢下来 你借车 那么幸灾了我 然后所有的戏子 录音戏的 舞美戏的 全都露 就走过去 然后你还得跟他们打招呼 不能表达 就是自己去挂上面了 后来好不容易看着我们班男生 然后我忘了谁了 过来把我抱下来的 黄黎老师还记得这事儿 告到班主任那边去了 记管啊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不是一次两次了 就是跳了好几回了 终于被逮了一次 太厉害了 上面有玻璃茬的都敢翻 你上去还干过什么特别大胆的事儿 今天可以说一下 比如说黄磊不知道的 其实有一次我干过一个特危险的事儿 我跟曾辉两个人 我们在排练厅那时候也是 排练厅也管得挺严的 就你不能晚上九点钟你就得回去 但有的时候我们排作业特别晚 可能排到十一点十二点 有一次我俩排得特别晚 排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门全锁了 把我们锁了一边了 然后怎么出来 我们就砸了一个窗户 但是现在都不知道是我俩砸的 砸完以后 这个动效是提前准备好的吗 随时都有 砸完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那个从窗户跳下去的 几楼啊 二楼啊 还好 但是你知道排练厅的二楼不是一般的二楼 排练厅的二楼是很高的 大概有几米 小三层那样 小三层 对 就从等于三楼跳下去 你好喜欢跳楼啊 跳墙是不是 我先跳下去 然后曾辉再第二个 曾辉说你跳舞的你先跳下去 你先试试 芭拉跳下去 然后他下来 其实我跳下去都没事 但他下来砸着我 你就不等这两个地儿吗 你每次都被动受伤 我们还有个老师反应说 海青在大学时候为了练台词 嘴里含着石头练 对 含小石头 多小的石头 哎呦 差不多就是 小一点 不能太小 太小吞进去了 是南京的雨花石吗 不是 就是捡了一些石头 当时我忘了是谁跟我说的 说含石 就是因为我大舌头有一点 我早 早上和 找朋友的资质不分 海青是哪儿的人啊 我南京人 南京 南京那乐不分 那乐也不分 牛呢 南京牛奶真棒 其实是南京牛奶真棒 再说一遍 南京牛奶真棒 南京牛奶真棒 南琳 我都学的自己 不会 就是你让我念一个绕口令叫 南京牛奶真棒 我反正是这样的 因为好多呢乐的不分 恩恩不分 然后我第一学期 其实我考进去的时候 台词是一百分考进去 但是我第一学期的台词 我记得好像我的成绩 应该是六十吧 就到北京以后降了四十吧 对就是特别特别差 让我特别难过 而且我是听不出来我的 有问题 就听不出来是最可怕的 然后我不知道是谁跟我说 说有人就拿石子练 其实我以前说话语速很慢 然后后来我就拿石子练 练了以后 说话语速就快了 是什么啊 把那个 把石头洗干净 就是把那个舌头给磨洗 就放在那个里边 然后你会 舌尖会特别有力的发音 而不顾这个石头在这边的位置 你会努力把这个音发出来 当然我那个时候最难的是 我戴着牙套 我是戴着牙套 还有本身戴着牙套 我就发不了好多音 风 哦 你是有点音音 发不了很多音 对 声音 我们班同学有一次全体上课 都在教我这个音 声音 声音 北京 天津 北京 天津 没有天津 全班都在纠正我 其实我女儿也是 她很奇怪 我还是主持人 她老公说 妈妈中国最强音 都出来了 中国最强音 音音 她发不出音了 中国最强音 就前鼻音后鼻音不分呗 对不对 对啊 我先感冒了我发不来 你别看我 音音不分 演毕业后 海青凭借电视剧 《郁观音》 忠明一角 正式出道 被广大观众所熟知 但是从 《郁观音》之后 观众惊讶的发现 海青的身影 好像从电视荧幕上消失了 我从《郁观音》拍完以后 就溜溜答答的拍着戏 有一搭没一搭 你是生活很富足 不需要 当然不是 就是 我觉得雇用就行 因为我吧 你看我02年就毕业 02年毕业到 一直到09年 这么多年 我要接戏买房子 我真的可以买 但是我都没买 我也没买房 也没买车 就在租来的房子里 这么住着 我对自己没有什么 太大的压力 因为我当时想 就算我这辈子 将来结婚生子 也在租来的房子里 我真的认认真 真的问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可以 所以我不觉得房子 当时对我是一个 刚性的需求 而且如果我买房子 要贷款 就势必一定会接自己 极其不想接的戏 所以我就一直 我幸运的是 没走这一步 《郁观音》之后 找来的角色都一样 然后你 对 然后我就避开这个 我就一步都没接 全退 全退了 那你有没有很窘迫的时候 因为你的理想跟现实 面包 对啊 就是说 有没有很窘迫的时候 连房租都交不上的时候 那就造化了 对啊 我也有租不起房子 然后住到我女朋友那儿 跟她一块住 她去拍戏 然后我就在她的屋子里待着 然后看书 看碟 然后就这么等着 然后也最窘迫的时候 也回过家 然后跟我爸妈在一块 蹭一两个月 然后再出来 晃到哪一年 我一直到双面胶 双面胶 那为什么找到你呢 你又不主动 然后中间也没有大红 我想知道 在我接双面胶的那个阶段 我已经是圈里面 性价比比较高的女儿 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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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价比就是还没有出名 但是 大家觉得她的演技有一定的保证 就是她来完成角色搭配不会 不会刺 但是她肯定是 作为电视台来说 并不是收视的保障 但又不会贵 那不会 肯定不贵 你现在性价比怎么样 我现在性价比还是合适的 我现在性价比还是合适的 因为我总是 我总是付出很多 她现在 只要是海听的戏 哪个电台都抢得买 对对 性价比特别高 当时性价比比较高 然后继续呢 直到有一天 黄磊老师给我打电话 她说有一个戏 叫双面胶 你看你们一家人吃饭的时候 说的那些 什么起大姑爸爸的 什么大神圣的表队 什么厂长 什么姐夫的小女 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也想插嘴 我插不进去呀 你说 百分之九十他们聊的那些人 我也不认识 去他不就是唠嗑吗 该笑的时候陪个笑脸 该难受的时候出个表情 他又不是让你翻家谱 啊 屁话 这就跟英语考试考听力一样的 我连他背景都不知道 我怎么回答问题啊 王磊 他说你干嘛呢 我说我没在 没干嘛 在等着拍戏呢 我过两天可能签合同 他说你先别签 你看一个小说 现在改成一个电视剧了 他说最早 其实他说他有可能来演 我说太好了 然后我就去看 看完以后 我就觉得 我就把我手上 原先要接的剧 我就全部 从心里推掉了 然后我就 就在等这个戏 后来过了一个月 黄磊跟我说 说电视台现在在你的人选上面卡壳了 因为他们希望 当时希望找有名气的 然后能够保证他们的收视 他说你是新人 他们觉得用你有风险 但是我跟导演都觉得用你 其实我们能够让一个新人出来 就是对你来说是肯定驾驭这个角色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能等你就等 但是等的可能就是你接不了这个角色 然后不能等就接别的戏没关系 我说师傅我知道了 然后我就想了想 我说我还是等吧 因为这个角色我真的挺喜欢的 然后就是有一句话叫功夫不负有新人 等了又等了一个多月两个月将近 然后通知我说OK你过来演吧 然后我就演了 我特别想知道演完以后 是不是一下就不一样了 没有演完以后还有一个剪片的过程 还有一个等候播出的过程 还有一个等候播出的过程 所以中间还要等差不多一年了 对又等了一年 一年之后你又讲了不完以后 是不是然后就忽然又变成什么样子呢 不完以后就是西红人不红 因为我没有参加任何宣传 是没带你还是你没去 是我没去 你为什么不去呢 因为当时我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 生孩子啊 对 难怪的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不太想去 因为又要问啊 要问好多烂七八糟的事情 就我就觉得我是个演员 干干净净演戏就好了 然后我就没有参加任何宣传 嗯 现在在温室上现在热播的是 妈不女也有春天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对 因为这个电视剧非常的好看 那么想了解我们更多的动态呢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超级访问新浪微博 跟我们互动 我们还会送给我们的幸运观众 我们超级访问的限量版T恤上面 有我们的签名 在我们的节目实际互动呢 排行榜前十名的观众呢 将会得到节目中中处的精美礼物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因为有很多女的演员 今天没有能来现场 好 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了 谢谢 好 本期超级访问成功 谢谢 谢谢